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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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州达 找出了 才知道原來卓乃是 又去甘門 因為有一個傳說故事是說 卓乃是在地一個八卜族的十多個小孩而已 平埔族女孩子的名字 說我們這裡在清朝康熙之前 這邊是很大的水潭 然後 這裡是屬於平埔族 弘雅族 大武俊社的獵場的範圍 她的大武俊社是在社頭 她的社子在社頭 但是這很大的範圍 全部都是他們的獵場 那傳說有一個女孩子叫卓乃 那時候有漢人開始來這裡開墾 有一個信銷的漢人 女子的卓乃酒 你是入贅給這個平埔族 那後來他們卓乃家族就用這一口大坦當作是嫁妝 所以這個地方就有卓乃坦的稱呼 所以這個還蠻有故事性的 對 而且有歷史性的 那後續還有一些傳說 後來這個潭水周遭就 會有一些婦女在洗衣服的時候就不見了 然後後來去查就發現 原來是水潭裡面出現了一隻大蛇 會去吃人 那昨奶為了要救人 所以她就全身荼毒 然後頭到水潭裡面去餵蛇 蛇死了 她也死了 就是等於是她捨身救人 所以也是為了紀念她 所以才有桌乃坦這個名稱出來 是桌乃女神 喔 桌乃女神 然後她抱一隻 因為她說牛是年輕人 她說牛是年輕人 為什麼 她說那個牛就有一點是 年輕人要扮鄉的那個概念 嗯 她說希望透過昨奶的布置帶著年輕人回來 她讓年輕人能夠透過 結合鄉村的特色 然後能夠讓在地再復甦起來 然後我們這邊經常有 各式各樣的活動在裡面辦 剛好社區有一個老師 她很會畫畫 那我們就跟社區大學合作 社區大學出獎師費 然後聘她到我們社區 去教導媽媽他們去做成會 就是畫各式各樣的畫這樣 所以裡面有很多的作品 都是在地的媽媽他們去畫的 我們可以進去留言看一下 我們已經把主辦之前做過的 因為我們會盡量希望在生活中找素材 不一定都要去買廠商 是啊 這空酒瓶大家家裡一定隨便 一定都有的 那個醋啊 醋的那個品質很好 像油罐也可以 像這些還沒完成的空酒瓶 那也可以做成黏土這樣子 完全不同的效果 看這個比較清楚 看這個比較清楚 就很多種 也可以要畫上去 像現在白衣之前都不能出去 我就貼一個這個 畫一個海邊風 你會覺得就是像去大海邊風一樣 我想到的是這一個酒瓶 它是XO酒瓶 哈哈哈哈 將生活中不需要的空瓶子或物品 再利用作為社區課程教程 也提升了社區去你的生活客區 從來有多奶彈的役下 在那個地方 那個老師帶著社區的志工 坐著 我爸的米昌教室 對 米昌教室就是我家 哈哈 這個社區其實它就是一個 農村的一個 步調很緩慢的地方 但是好處是它從 你搭高鐵下來 就到我們這邊 是啊 我剛剛看高鐵比進了 對 那你搭著高鐵下來 其實就有一個 八寶寸的綠色兩道 很悠閒 你可以在高鐵站 然後先 事先跟天中觀光商圈 預約出腳踏車 那它那一邊就可以騎腳踏車 開始走綠色兩道 那周邊就有很多的景點 因為天中有地區號是520 所以他們那個時候設計的時候 特別把這裡的地址用99 就是我愛你99 這個是 52099 它另外一個協議是 我愛你99 這一個 阿草 然後就把它送 那個時候弄起來的一個吉祥物 這個吉祥物叫阿草 這家位於田中高鐵站附近的番茄農園 農場主人對於無毒蔬果栽培 非常堅持 以自然農法 友善對待土地的方式 利用雄蜂壽粉 細心培植番茄 所產的芋女番茄 甘甜美味 被消費者稱為法拉利番茄 這拋起頭的比較硬 那這個有去參加比賽 前線第二 前...前彰化線第二名啦 對 雅君在那邊 喔,這甜耶 很甜喔 很甜 對啊,因為我吃過它的 再去吃別的 我就覺得... 這甜耶 而且那個... 那個皮很柔的喔 對啊,這就是玉女番茄的一個... 所以它很容易裂果 喔,你這甜耶 只要稍微... 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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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分稍微控制不好 果實就裂開了 許老師,你摩的比較甜喔 我自己來摩,看看會甜喔 好,來 喔 我測試一下 法拉利紅 法拉利紅 我... 竹菜摩一... 測試一下 嗯 嗯 沒飯 滴 竹菜飯竹 竹菜丁 我們做的是玉女... 玉女小番茄齁 其實我們是做... 我們是做土耕 然後點滴灌溉的... 的那個... 番茄啊 嗯嗯嗯嗯 然後我們... 採的是... 直立式... 就是千禮式的那個種法 那個它的好處就是變成說 它... 360度它都照得到陽光 是 所以它變成說 它... 吸收到好一點的陽光的話 它就是... 會長的... 會比較好 所以它那個管理嘛 靠管理齁 管理是比較不好管理 不好管理 因為它... 它的工序會比一般... 架設網子的工序還要多啦 是 但是變成說 它... 好處就是變成說 它... 它很... 它很空曠 它360度它都照得到太陽 所以它變成它每個果實 它都充分的照到太陽 所以它的... 兩份就比較夠 我們的番茄... 不是像... 我們的番茄齁 它不像葡萄一樣 它會... 一串都一尺紅 它會... 漸層式的紅 然後紅你要看起來 它就變成說它的顏色... 然後到後期的話 它會變成稍微一點黑 所以就變成深... 深紅色 然後變成它會反光 它會亮 所以我們就會講到它像是法拉利紅 它就很... 燕紅... 色質是很漂亮 對... 它現在很漂亮 它到真的成熟的時候 它會... 稍微會有反光 就是很... 很紅潤那種感覺 對啊 像我們... 就是... 就是經典的跑車法拉利那種紅色 所以我們都會這樣說 我們就是法拉利 它讓遊客稍微理解一下說 我們農業 我們是... 如何去管理我們的園區的 然後現在的農業跟以前的農業 有搭到哪裡的不同 還有教育性質 對... 哦... 那... 那...那都是番茄 然後你看過去... 哇... 那時候... 正好是番茄更多的時候 然後... 那時候這個... 就... 殺了很多人這樣 對啊... 我媽媽這拍照還挺好的 這拍照喔 聽說從高鐵來的 竟然滷到它夠嘛 5分鐘喔 蘊蕃茄口感非常棒 聽聽農場主人經歷 故事也非常有洋蔥 位於佐乃潭市區內的 田中耶穌聖心堂 已有百年以上歷史 見證市區發展歷程 中西河畢的建築外觀 樸實不虛化 聽到韓劇中 更顯出這座教堂的防規 尾堂門口的天使 展開雙臂 奔亂引爆的來勁 做得輕重 經過徐老師詳細的講解介紹 讓我們更加認識 這座教堂建築的特色 以前貢獻地方 付出心力的故事 最重可能 這個樣子 對啊 這個是那個時候 以西班牙的神父聖心 這是最早 最早 對日治時期 那後來就是1960年 我那個時候講說 世界大公會議 他們就是決議要本土化 所以那個時候 在這邊的一個美國神父 那我們就把教堂建成是 東方式建築 那個時候 全台灣最會開東方式建築的 就是修哲蘭 所以他就請修哲蘭來設計 所以才改成這個樣子 因為修哲蘭 他大概東方式建築的 最厲害的大概就是陽平山中山 在新中山 背後是什麼 背後沒有去看他 中山堂 就中山堂 就同一個建築師 對啊 所以你看他的很多的元素 其實跟中山堂一樣 這個 你剛剛在問的天花板一樣 中山堂的天花板 跟這邊一模一樣 對 那個燈喔 看起來就像中國風的 對啊 他其實 他這個是把東方跟西方 融合在一起 這個也是從馬太福裡面 有一張叫做 灑種的比喻 嗯 那就是說 裡面主要是說 有人問耶穌說 信仰是什麼 因為信仰就好像播種一樣 你如果把這個種子 播在好的土壤 它就會長出好的麥子 所以右邊這個就是好的麥子 你如果灑在那個石頭上 就會被飛鳥吃走 所以有石頭跟鳥 那如果你灑在荊棘裡面的話 它就會被荊棘給吞沒 他會被打的 唉唷 你是不是在群眾 你會把那個休息 那你會把那個路 又可以那個 這是在那裡 那你會把那個時候 這樣就講完神父就說 好吧 你就回去唸個玫瑰金石燈 田中正出產稻米 選擇伴手禮特產自然也和米有關 米香 米麻花 冬筍餅 都是遊客最喜愛的臨時之一 鄉村旅遊新人中 這裡真是不錯的休息站 工廠門口陣陣的餅箱 召喚我們 張老闆 我們這間店是在餐的中 我們的米麻花是我們的特色的嗎 米麻花是我們田中的一種特殊的名產 特殊的名產 田中的米麻花是我們田中的很多 沒有吃 是喔 所以來這裡可以吃 還可以 可以看 可以吃 還可以做看看 還可以DIY做看看 喔 是 看關聯我們的製作過程 參觀 工廠的整個製作流程 那他剛出口的時候 可能可以先品嘗 先品嘗 先吃看看 先吃看看 好吃 吃咖啡 好吃 你喜歡再買 把你們的伴抓魚帶回去 是喔 分享給你們的建筑 蠔油 對 帶個奧米仔去弄 帶個奧米仔去弄 這好意思 這好意思嗎 哈哈 對啊 張老闆親切的帶領我們參觀食品工廠 介紹各類餅乾製作過程 從原料進入機台運作 到成品完成包裝 令人增長知識 也增長了實力 張老闆說 工廠食材主要選擇當地農民 主要是確討產品選擇 並且也能夠習俗當地農民 品乾的加工過程 以特殊技術 保有傳統香氣 又能製作出優良品質 遊客來到食品工廠 能夠親自體驗 品乾製作樂趣 也能夠豐富旅遊行程 徐老師在這邊 也投入相當多的心力跟時間 推展鄉村旅遊 那你打算怎麼來推展 當初會推展鄉村旅遊 是偶然 因為其實我想要做的是鄉土教育 因為我本身是學教育出來的 在讀書的過程 開始去思考說 好像我們都對大陸啊 或者是美國、日本很了解 但是對自己的地方都不是很了解 您好像也是在大學任教 對對對 我現在在修平科技大學觀光系任教 其實我之前有教過小學 有教過高中 所以我原本其實最早是想要在小學 推鄉土教育 這不容易耶 這不容易喔 就是因為沒有人在做 我那個時候研究所讀師大 台南師大 台南師院鄉土教育研究所 後來改成叫台灣文化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希望說 利用寫論文的時候能夠蒐集在地的一些資料 所以在那段時間 我是以田中的天主堂 耶穌聖心堂 當作是他的一個論文題目 不過就開始順便蒐集田中的資料 開始發現田中其實有很多特色 但是沒有人知道 我們自己家鄉 佐乃涵這一塊的故事 其實更有它的一個傳說 跟歷史的意義在 那所以我是說 如果能夠在學校裡面 去結合教育去推廣 讓我們下一代知道的話 會比較 對孩子來講會比較知道有一個根 不要說人家問他在地的東西 其他什麼都不知道 那現在有什麼成果 可以告訴我們 其實還不錯 就我們 後來我都會跟在地的小學生去合作 像我後來接社區財產協會的總幹事 我們有規劃一套佐乃談生肚子 那我們在幾乎每年我們就會用社區的名義 去帶著這群孩子出來走肚 那現在連他們的老師也都會出來走 那我們甚至把這個課程融到他們的108課缸裡面去 所以他們很多不管是國文課啊 音樂課啊什麼課 他們都會用佐乃談下去做他們的課程的一個課程規劃 鑑於1709年的八寶鎮 尹佐水溪溪流是台灣最早開鎮的水鎮 由師士堡籌款開鎮 興建完成 完成後灌溉平野 肥沃土壤滋養大地 農作豐收造福民眾 當時尹佐水溪入鎮時遇到阻礙 有一老翁出面指導師士堡 成功開鎮後 老翁挽謝獎勵 指自稱林先生 在八寶鎮二水鎮頭 建有林先生廟紀念 八寶鎮分流為一鎮和二鎮 而位於教會處之田中鎮四方宮林媽廟 地方相傳又以林先生協助蘇鎮 這則故事有關 充滿傳奇色彩 四方宮供奉林媽娘娘 有大媽二媽三媽三孫 相傳娘娘為水神 護佑當地居民免於水患 有別於一般民間信仰 祭拜時避免使用油脂水果 當地居民卻樂於使用巴勒祭拜 據說是因為當地種植巴勒為生 林媽娘娘慈悲保佑豐收 另外以巴勒祭拜也有提拔之含義 非常特別 四方宮林媽廟 從神堪香火煙燻 可見信眾虔誠香火鼎盛 田中小鎮的高麗菜飯 可是人氣美食小食之類 中午時分稍稍晚到 過了餘夜時間 可能會冒著吃不到的風險 對於一個吃貨的旅遊人 是很難過的一件事 高麗菜飯 米粒 濕潤吸飽湯汁香氣 高麗菜 軟嫩清甜 有點像各牌 分量十足 搭配各樣小菜 美食入口 絕配 地道傳統術名相似 接地氣不會太貴 吃得香 吃得爽 吃得到人情味 西部 下班 這田中 brush 爽 隔躺是 南 Maur 湖山 更長 várias 三幸福是高麗菜 那後來是要建廟之前,那個剛才有榮泉峰 把整個榮樹割掉 割掉後,新明就 公益要在這個地方 直接要在榮樹的樹頭那個地方,坐在這個地方 所以後面那是一棵樹頭 榮樹 但是他現在已經整個都用掉了 造棲了 後來就在這個地方開始改廟 神明坐的那個地方,就是榮樹的樹頭那個地方 他還蠻明的 他的那個信毒是全台灣都有的 是喔 大年過年的那個廚餘,有時候超多人的 因為我們這邊距離高鐵近 然後馬上就可以體驗農村生活 所以我們會期待結合在地的無毒農場 來推展把中壇 中奈壇地區朝向無毒農業生態的村莊 去發展 除了竹乃潭地區之外 八寶鎮沿線其實有很多精彩的地方 那我們學校 這裡幾年有 在執行一個在線填頭水的大學社會責任的計劃 填頭水是田中社頭二水 那跟八寶鎮同時留經這三個鄉鎮 所以我們也試著把竹乃潭跟社頭 還有二水的一些景點把它做串流 我們就從源頭那個地方 結合源泉社區的 已經推展的一個深度旅遊 然後再結合竹乃潭的深度旅遊 那以及社頭的一些在地 年輕人推的一個農村旅遊 那我今天一天可能拍不完耶 對 所以你可以在用序局的方式 拍序局 對 對 哈哈哈哈 昨天談鄉村旅遊新陳千禪賣 人文歷史特色 農業資源 地方從亂來 不過專業解說到來 地方鄉村旅遊多樣的可影響 昨天談只是一個鄉村旅遊的 旅遊縣還有賀水鄉源泉社區 田中老街 不過周邊其他旅遊點之間串聯合作 一共遊客更多行程安排選擇 今天在多乃潭社區 看到了許老師的努力成果 也為許老師心情付出感到敬佩 祝福在線的民國做 旅遊計劃推展成功 王 非常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